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领字幕志愿者 一切歌颂我们的神 称颂上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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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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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主席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启应的来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护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 度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那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负必尊重他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尚尚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我刺激 赞美我们的神 主我来救你 我来救你 我看你 我来救你 我来救你 如果没有尽量 我去救你 都原来救你 我来救你 我去救你 我来救你 受救你 我来救你 我来救你 第一節 我满愿若被护 但主持我两利 让我护回愿穿世正 随着日妻最正 主我来咒你 愿在来咒你 求你所留无于世正 我终罪愿 耶稣照我向前 行路 愿穿万我 愿穿恩来平安信靠在你或在天我 主我来咒你 愿在来咒你 求你所留无于世正 我终罪愿 主向众相信我 言明确实恩情 每一应该别能成就 愿意尽主命令 主我来咒你 愿在来咒你 求你所留无于世正 我终罪愿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 第三章五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与淫乱 污谓 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败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伯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走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扭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谓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身人 这身人在知识上漸漸更生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在此 并不分欺利利人 犹太人 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 西古提人 遗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内 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题目是 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我们所有的所有 基督是在这一切以后 我们一起祈祷 他们要传的假消息是会令我们离开真道 他们要传的假消息是会让我们怀疑你对我们的爱 你对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得到你的恩典 我们多谢你 因为这些假师傅从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一直开始 到今天都仍然一样 他们偽装成正义的人 来传一些你不喜欢的道理 引诱你的儿女离开你 就像当年的意识的人 他们不遵守你的律例典章 主要我们多谢你提醒我们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有假师傅 有假先知 甚至有假基督 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唯一可以帮助我们来站稳我们的信仰 坚定的相信你的就是我们认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单单地仰望他 注目在他的身上 跟着他来行走这条熟天的道路 让我们不要四围张望 而忘记了我们前面的目标 让我们能够对准我们的标杆 一路直跑 而不让旁边的一些引诱我们离开正道的事情 来影响我们 我们多谢你 用你的话来这样提醒我们 就让我们今天 一起来到思想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走到永生里面去 帮助我们 明白在圣经里面 你要向我们讲的话 让我们能够明白 你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恭敬地将以下时间 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 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混合 主要给我们讲的 听的都同感一灵 我们都照着你要我们想的方向 来到思想 来到明白 祈祷靠大主耶稣基督圣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靠大主耶稣基督圣 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说 在地上 有地上的人想你做的事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明白我们自己身份的时候 我们要望的是天上的事 因为天上有主耶稣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他就要和我们一起 来到显现在荣耀里面 我们这个基督在哪里 帮我们向上望的时候 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升了上天上 在天上那个地方 我们望上去的时候 令我们要望到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是有权能的 坐在神的右边 坐在神的右边 我们就明白 我们所仰望的一个 是有能力 给到我们 他答应要给我们的东西 而且 他要最后来到这个世界上 好像他和我们提到的一样 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日子很近 因为耶稣说 你看见地上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危难 不同的苦难的时候 就是说日子要近 他不相信 如果他很近 这都要有很多 当基督徒 受到的 虚难 越来越多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要我們做的事是甚麼呢 保羅繼續跟我們解釋下去 他說 所以要致死你們在地上 地上的肢體 這個地上的肢體 有些人是把它翻譯做 在人裏面的世界的事情 是我們熟悉的 我們看到世界上對人的要求是怎樣 世界對人的看法是怎樣 我們全部都很熟悉 但是這些東西在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呢 也有人有英文聖經把它翻譯做 在地上的你所有的本性 這個其實也解釋差不多了 我們在地上追求的是甚麼呢 可能是名譽、地位、財富 滿足自己的欲望 這些是屬於地上的事 保羅說你們要致死 致死的意思是甚麼呢 我們怎麼可以致死它呢 這個我們要明白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明白自己的身份 保羅在羅馬書第六章提醒我們說 當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 而接受洗禮的時候 我們是受洗歸入基督的死 我們在受洗歸入基督的死之後 死了之後 我們才可以跟基督一齊復活 這個是我們要想到的情形 所以對基督復來說 對以前的我已經是一個死了的人 我們也解釋過 我們對以前的事 我們要將自己當成一個死人 死人不可以做壞事 所以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說 你們知道你們是死 你們對於舊人來說是死的 所以舊的事情也怎麼樣呢 當他們死了 致死的意思是在這裡 你不可以叫一個死人來做甚麼 所以我們對著自己 對著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想到 我是一個死人 我不可以做那些事情 所以那些事情是要扔掉它 地上的事我們要扔掉它 地上的事是甚麼呢 淫亂、污衛、邪情 這幾件事加起來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到 它是跟說到 男女之間的關係有關的事 淫亂 淫亂代表有不正常的 夫妻關係 你的關係 就是污衛 污衛 污衛 污衛是那些 你受到它引誘 你要去想的那些 邪情是你被引誘想去試一下那些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都是跟人的癥結有關的 在聖經裡面 事上都會提到 神和以色人的關係 神藉著先知指責以色的人說 你們是淫婦 你們離開了我 行了淫亂 行淫亂的意思 在聖經裡面解釋 就是說 他們離開了神 去跟了別人 離開了神 去跟了別人 這個是淫亂 無謂呢 就是他們不看神的聖結 神對他們說 我是你們唯一的神 除我以外 不可以有別的神 他們說 不一定 找到一個不要緊 神的聖結 他們不看 所以他們想去追求別的東西 這個一步 這就是神用人的關係來描寫 斜情 就是 別的神看上來都挺好看的 可能很美 跟我們這個神不同 我們這個神是看不到的 以色列人和神之間的關係 就是聖經裡面用這樣來描寫的 直接离开那些神 或者不想到神的圣经 然后去羡慕其他那些神 在神来说完全都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的时候 景姊妹 我们要想到 当保罗说要自死你们在地上的 属于地上的本性的时候 就是说假教师会引诱我们 他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要你犯这些错误 而是要你离开神 假教师的目的 是要将你引离开神 让你离开了他 让你忘记了神是神的 让你去羡慕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离开神 然后和恶欲和贪恶 第二样我们要离开的 第二样我们要离开的 保罗说要当他们是死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一个 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欲念 对抗讯 同样成为自己的原因 但是我们要遇见 如果我们要在写方中 我们要在写方中 我们如果现在要是无法知人 我们要在写方中 我们要在写方中 也見證陷害人 不可貪戀他人的房屋、妻子、屋皮、牛 惡的意念 貪得無厭的生 其實保羅在這裡說 你不要離開世界裡的教訓 其實arias方面也刻薪了 優惠主義rough 仍اه市 可找 tempo以內 尷尬 莫名者是可以開拖 人家都是故意的 yll Blend 为什么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 兄姐妹 我们要想 贪婪是十界里面的第十界 如果我们犯了十界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就是拜偶像 或者拜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东西 离开了神的时候 不敬拜神的时候 就是说你在拜偶像 原来我们把这里看上来的时候 保罗说不要离开神 这个是十界里面的第一到第四界 假师傅是要引诱你离开这些事情 假师傅引起你的恶欲和贪恼 犯了十界里面所有的恶欲 原来假师傅所要帝的我们就是这些 走这样的路 所以保罗说 保罗说 弄死他 弄死他那些事情不要做 不能做得 因为会带你离开了神 因为这些事情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叛逆之前 我们这样就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 也都要提醒我们 也都要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去做前面 说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去致死地上 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叛逆神 叛逆神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效果呢 因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叛逆之前 离开神的时候 神的愤怒要在人的身上 今天我们会很清楚 从niejsze根据知道 他已经OLDZ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 price给他们 叫一些基督信他的 不自滅忘凡凡神 不信的人 罪已经彙灭 神的愤怒 保罗说 你们这些事情 信主之前 已经全部去呈搓洋劳 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辨的一件事情就是 信主之前我们做的事 和我们信主之后做的事 我们要小心 信主之前我们做的事 我们不知道是得罪善人 我们不知道是神不喜欢的 所以我们做了 但是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念前 承认自己的罪 愿意归向祂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对罪我们是死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复活的人 和基督一切复活 等着基督回来 我们就不要再做那些事 我们不要再离开神 不要再被人引诱我们 离开我们相信的神 因为我们已经死过一次 死过一次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死 神要我们这样来跟随他 另外一样很重要的 我们当那些是死的 我们说我们好 我们不离开神 那怎样可以显示出 我们是没有离开神呢 我们要看一看这儿了 所以你们现在要弃绝 所有的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东西 还有 我们就是在心里面说过的那些东西 我们在心里面说过的那些东西 我们现在要看这些东西 我们在心里面说过的那些东西 我們在想什麼沒有人知道的 保羅說當他們死的,不要想他們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樣 我們要說的是什麼? 我們做出來的事情 我們做出來的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 腦恨、憤怒、惡毒、偽旁 還有口中污慰的言語 當我們會發怒 當我們會變成惡毒的時候 我們會說出什麼? 我們會做出什麼行為? 為什麼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是屬於神的人 我們都知道,我們都懂得說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來做的 如果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來做的時候 我們會從前來做你走出來了 宜死六、肯賞人 所以不要怀恨在身 圣经教导我们 这个想回后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不可含露到日落 我们可以生气 我们可以生气 但是生气不在这里里面 不在老恨 愤怒 恶毒 毁谤里面 而是当你生气 不解决它的时候 你就越想越生气 你就会变成怒恨 变成恶毒 然后做一些东西出来 来满足自己的心 所以主耶稣基督说 不可含露到日落 睡觉之前 解决了它 放口会出口伤人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过 吃进去的不会害到人 说出来的东西 说出来的东西 可以伤害人 还有呢 不要彼此说放 在弟兄姊妹之间 我们要用什么来述处 不要说大话 弟兄姊妹之间 我们要说诚实的话 不需要说放 因为神是不说大话的 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的话 我们彼此说放 不要彼此说放 因为神是不会说大话的 我们的过度 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视频 都是会把一些东西沖淡 我们说一些 我们说 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说一些 虽然说 叫做白色的谋华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已经用说方这个字 来加上它的时候 白色的方言是不是方言呢 灰色的方言是不是方言呢 黑色的方言是不是都是方言呢 但是在神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记住不要予此说方 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说左手可不可以握到右手呢 握不到的 那边是我们开始握到右手 我说这边是有什么东西 这样就看到我们来说 这边是什么东西 这边是我们来说 这边是我们的东西 这边是我们的东西 现在人家有新的东西 所以他说你们要怎样 你们好像要将一件骚髒的衣服剥掉它一样 骚髒的衣服要剥掉它去洗 所以我们的救人也可以像脱衣服那样脱掉它 大家留意保罗说的话 你那些旧的行为旧的本性是可以怎样的 可以脱掉它 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人是这样的了 人是这样的了 这个是借口来的 我们想想死人是怎样的 死人要帮他脱掉它就脱掉它了 死人要帮他脱掉它就脱掉它了 死人要穿兽衣的嘛 谁要帮他脱掉呢 自己会不会脱掉呢 不会的 所以脱不脱掉呢 谁要帮你脱掉呢 谁要帮你脱掉呢 主耶稣基督帮你脱掉呢 我们脱去救人 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这的体 看他要是脱掉那就是脱着的 那今天是脱溃的 所以没理想到脱溃 脱量出脱溃 寶寶出來的時候,摺生的,把他摺出來之後,用條根包住他 然後爸爸媽媽買一件漂亮的衣服給他穿 是人幫他穿的 主耶穌基督幫我們穿了一件新的衣服 因為我們剛剛出生 然後當我們在這個新的人的時候 我們慢慢長大的時候 我們就越來越接近我們主 越來越像我們做我們的主 剛剛看見,我的媳婦 一會兒寄了一張照片給我 就是我的兒子和我的孫子 兩個人在做同一件事 我的兒子坐在那裡,摺起腳在那裡看書 又是摺起腳,右腳摺在左腳,兩個都是右腳摺在左腳,兩個都拿著東西看 但是,神情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爸爸這樣做,兒子看得多了,孫子看得多了 那就學了爸爸 他,兄姐妹 他,兄姐妹 當我們穿上一個新人的時候 當我們越來越看著我們的神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時候 我們就會越來越明白他 越來越認識他 就會越來越像他 穿上新人 在知識上漸漸漸更生 慢慢,我們就就會越來越像我們的主 如果你堅持說自己不行 一定很像我這這樣的 那便是一輩子都學不到 寶羅提醒我們 穿了新人之後 我們可以不做那些舊東西 因為已經脫掉了 這是新的 所以要慢慢地認識主耶穌基督 假教師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就是在人中喜歡區分這些好人 那些壞人 這些好的那些不好 比如說 所以寶羅提醒哥羅西教會的文 在主裡面不分開這些 希利利人、猶太人 猶太人是有神的律法的 希利利人是信多神的 所以有人提醒他們 你要做希利利人的時候 你要信耶穌的時候 要先變成猶太人 就是好像今天也有人這樣說 你要信耶穌的人 做這件、做那件 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他們進來分別 哎呀,受割禮的人可以信耶穌 不受割禮的人 不受割禮的人 不信耶穌的 信耶穌就受割禮 就是我們把基督徒放在一個板裡面 如果你要信耶穌的話 就要這樣了 如果你這樣就不信耶穌的 行為 化外人 西古提人 化外人的意思就是那些野蠻人 野蠻人 西古提人 不太多知道他是什麼 因為只是提過這一次 所以有人猜 他就是在 呂海的北面 就是說現在中東那個地方 在北面 在 亞洲的 中東 北面那個呂海 北面的一個地方的人 傳說這些西古提人 就比野蠻人更野蠻 所以這裡要說 有些野蠻人 有些更野蠻 人喜歡這樣分 然後有些是做奴隸的 有些是自由人 自由人和奴隸 在人之間的分別很大 野蠻和更野蠻的人 分別也很大 國禮和未受國禮的 在猶太人來說 分別很大 猶太人和外邦人 中間的分別也很大 如果我們一直在這個圈子裡的話 我們就出不來 所以寶羅提醒他們說 不分的 不分的 不分耶穌的人 都是基督的身體 無分彼此 人最大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小心 基督是包括一切 而且住在各人之內 能夠別人 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一种人 就是他信不信耶稣 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 广东话也好 国语也好 英文也好 甚至西方人 都只有信耶稣的人 而且耶稣基督 也都是住在各人之内 不单止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还有基督在我们里面 来掌管我们 鼎姊妹记住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要仰望的 我们旧的行为 旧的思想 令我们会离开神的那些思想 丢掉它 不要再见它 然后去慢慢学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将我们的目光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一起祈祈祝 天 principhone 多谢你的恩典 多谢你给我们的教训 给我们能够定睁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来学祈祿 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 你会帮助我们来学会跟随主耶稣基督 而将我们过去的一些行为 都能够丢掉不再做 而来学会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多谢你的恩典 带领我们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祈祷靠大主耶稣基督圣经级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主必保守 神要带领我们保守我们 走这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路 阿们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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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爱我,主必保守我。 求主看我,振苦一般主要保守我。 梦够熟者,主心喜患主要保守我。 主必保守我,主必保守我。 人何求主心心爱我,主必保守我。 主不愿我永远失丧,主必保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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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何求主心心爱我,主必保守我。 特殷姐妹,我们多谢主的恩典。 在今天6月21日,教会的东区礼拜堂 将会开放,等等弟兄姊妹可以在教会里面敬拜神。 但是根據我們州政府的指令 我們現在還可以有少數人參加 所以大家也知道 但是成中我們因為成中的情況有些不同 所以成中我們暫時還未開放 所以請大家忍耐一些 也是因為成中的年長的弟兄姊妹比較多 屬於容易受到感染的一個年紀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 所以成中暫時還未曾開放 我們一齊仰望神的影點 希望很快的我們就可以一齊回來聚會 好 下面我們一齊來唱三一眾歌頌我們的神 阿們 阿們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常與眾弟兄姊妹同在 阿們